语情不断的重复 醒来的迷雾 没有恋意的 爱恨交错 你的追求 你的追求 你渐渐模糊 无情的残酷 我觉得她挺搭配的 她唱出一种男女可以唱的感觉 才渐渐清楚谁成为我哭 一追再追 不停寻找生命里 每分每秒 却已是你的好 原来多么可笑 前辈歌手评价一下 新生歌手 广东话还标准吗 比我的国语好 这就很微妙 那来 新生代歌手 这位榜样歌手 普通话还标准吗 跟我的粤语差不多吧 随着2014年 《我是歌手》开启 整名歌手禁忌 成为了内地英宗主流趋势 各大卫视都开启了 自己的英宗道路 蒙面唱将 梦想的声音 天字的声音 英宗成为了更赚流量的娱乐节目 2019年一档我们的歌 空降东方卫视 一起掀下空前的收视狂潮 新老歌手组合的新形式 开辟了英宗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也让观众获得了满满的新鲜感 至此到2021年 我们的歌一共举办了三季 后面两季收视明显不如第一季 于是这次江苏卫视 又看上了这种新奥歌手组合形式的大蛋糕 新英宗 因你不凡即将上线 非资讯 官宣为准哈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这个英宗延伸了我们的歌节目形式 用老代新的方式量量组合 让七组歌手PK竞技 用成绩去决定每组歌手的去留 节目拟邀七组歌手 第一组李克勤加许晋命 这一次节目依然有李克勤 也有周深 不过这两位歌手分别扮演的都是老歌手的身份 也就是前辈歌手 如果要是李克勤能继续和周深在节目中有合作 势必会再把这道英宗拉高一级 当然节目如果为的话题可能会这样安排 但肯定不会让两个人一个组合去和别的组队战啊 第二组周深 蒋敦豪 周深在三年后的现在 已经可以作为前辈歌手独挡一面了 带着新人歌手一起演唱 虽然不能和李克勤一组作战 但是有合唱舞台是一定的 第三组 张绍涵 宜人忠 张绍涵是内地印宗出现最多的弯弯女歌手 最近凭借转发微博和各种表态 也受到了更多网友的喜爱 出道多年大起大落几次 张绍涵 张绍涵也坚强 张绍涵的歌曲也很有力量 我爱的人间 人间远离所有的笑言 你的书我攀升再见 心态的去明天 如果说你走过我的天 我愿活成你的眼 第四组 毛不易 廖俊涛 毛不易也作为前辈歌手带新人歌手了 之前网友的定义还是新盛代歌手 现如今马上就可以走上终盛代歌手的群体了 第五组 薛之谦 郭冠亭 薛之谦也是参加过我们的歌 做过前辈歌手的人了 在这种音宗中改编音乐应该是他的拿手项目 到时候可能又会出现新的收听高潮 第六组 张亮颖 潘成 潘成是一位夸乐女生的遗珠歌手 她长得也好看 音色也有特点 但是就是红不起来 和她唱功差不多的黄霄云 都在天字的声音和歌手的两个舞台成功走红 可潘成出道多年 一直都默默无闻 张亮颖和潘成合作 在整体实力中一定是能排前五名的 我太会见风筝 我拿什么来和她抗衡 第七组 廖昌永 蔡成玉 廖昌永在参加中国好顺音成为导师之后 也成为了音宗的宠儿 现如今很多大派歌手导师级别的不容易邀请到 廖昌永倒是凭借专业的身份进入了娱乐圈 七位老歌手中有两位女歌手 分别是张亮颖和张绍涵 从唱功上讲 实力不分伯仲 从音乐作品的流传度讲 张绍涵肯定远超张亮颖 当然 最终PK结果 肯定是要看新老组合产生的新的化学效应 张亮颖和潘成不一定会输给张绍涵和延然中 这些新歌手中也大都是知名度不够的歌手 之前的秦深深已经成为经典了 这一次在李克勤和周深分别对对的情况下 不知道两组歌手又会有怎么样的成绩呢 你们更看好哪组歌手呢 已经有很多水的汽水的汽水 并且能看到mCI and KIONE 这个地方是邀请的 他在achir演的 Incorporated 都是河北市场新的南部 他们的崴岳在北市场新的南部 一边是海津 撰全北市场新的南部 红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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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未经典 lin駕馆红的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